我走进病房的时候 阿公正在哭 我从小就不会安慰人 而且很容易让自己的情绪被牵着走 但是我在医院工作 医院多的是悲伤脆弱的人 尤其当大男人在我面前哭的时候 我常常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会说不出话或是逃离现场 避开催泪的场景 直到有一天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 看到正在床上伤心的哭的87岁阿公 旁边是他的太太 一样80几岁的阿嬷在照顾他 我走靠近他们跟他打招呼 问阿公说 阿公,你为什么这么伤心? 阿公说 老人人生好痛苦 所以我就问他 阿嬷比较少年哦 他来照顾你哦 听到这里 阿公点点头 然后脸又皱成一团 继续哭得更伤心了 所以我只好继续问他 阿公,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这一题是我很喜欢问老人家的一题 因为我常常很好奇他们以前是怎么样的人 旁边的阿嬷帮忙回答 阿嬷说 阿公之前是在捏鱼的啦 阿公是渔夫耶 好酷哦 我跟阿公说 阿公,你很厉害耶 阿你在哪里捏鱼啊 听到这里 阿公突然眼睛一亮 他告诉我说 他在南方澳做了好几十年的渔夫 说南方澳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鱼了 还告诉我说 他会做很多鱼的料理 而且很得意的说 他还会做生鱼片 一边聊 阿公就慢慢忘记要继续哭了 最后我们笑笑的说了再见 然后隔天阿公就顺利出院了 那天离开病房的时候 我边走边觉得很开心 因为当我发现阿公在哭的时候 没有逃离现场 反而是走过去跟他说话 现在我终于理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关 但是别人的课题 需要他自己去面对 所以现在 虽然看到悲伤的人 我还是会感觉鼻子酸酸的 但我能在没有办法帮忙的时候 不再感到罪恶感 生病的人会忘记自己 忘记自己存在的价值 那天在阿公的病房里 我只是轻轻的提醒他 他是谁 他身边有谁 我想让他知道 我有看见你在这里 我关心你 我想听听你的故事 还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听懂的途征 那边是宿主席 能够的讨厌 是否有点 遮影 能够再感受 U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